同学们好,我们学习第21章,债务重组 这一章还是比较重要的 去年考试在这一章是出过计算分析题 第一节,债务重组的定义和重组方式 第一个问题是债务重组定义 是指在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 经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定或法院裁定 就清偿债务的时间、金额或方式等 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 那从这个定义里面我们就会看到 只要不改变交易对手方 对原来的债权债务进行修改的 那这个都属于债务重组 现在不再强调说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 债权人对债务人作出账户 这是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债务重组涉及的债权债务 是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规范的债权和债务 它没有包括合同资产、合同负债、预计负债 但包括租赁应收款和租赁应付款 那第三呢 那说不适用债务重组准则的交易事项 一个是债务重组中涉及的债权重组债权 债务重组债务和其他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裂报 就是金融工具相关的准则 不受别的准则的干扰影响 所以这些都是按照金融工具相关的准则处理 那通过债务重组形成企业合并的 那这一块呢 也不受别的干扰 要按照企业合并的准则进行处理 那第三 债权人或债务人中的一方 直接或间接对另一方持股 且以股东身份进行债务重组的 或者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债务重组前后 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 且该重组债务的交易实质 是债权人或债务人进行了权益性分配 或接受了权益性投入的 适用权益性交易的有关会计处理规定 你比如说 如果是股东应收这个企业的债权是一百万 然后股东说 大股东说我不要了 那企业呢 这一部分无需进行偿还了 那如果说这一部分款价无需偿还 那就认为股东投入 权益性交易 要把它寄到资本攻击 这样来处理 那接下来有个问题解答 债权人股东 豁免的债务人的债务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那债权人股东 豁免的债务要分别情况按照权益性交易 或者按照正常债务重入业务进行会计处理 那比如说假公司是乙公司股东 为了弥补乙公司临时性经营的现金流短缺 假公司向乙公司提供2000万元的无息借款 并约定于六个月后收回 说借款期满时 尽管乙公司具有充足的现金流 假公司仍然决定免除乙公司部分本金还款义务 仅收回400万元借款 那1600万 这个呢就要把它作为一项权益性交易 那也就是说对于假公司来说 他的有400万能够收回 那1600万 那应该算他的一项权益性投资 乙公司呢 这个1600万无需进行偿还 那应该是把它寄入资本攻击 所以属于这种权益性交易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不要确认债务重入相关的损益 如果前面这个例子中 债务人乙公司确实出现财务困难 其他债权人对债务普遍进行了减报的豁免 那跟别人一样的这一部分 那对于假公司来说 他确认损失 那对于乙公司来讲 他呢是确认一种收益 所以这个假公司作为股东 比其他债务人多豁免的600万 因为一共是2000万吗 一半是1000万 那现在只收回400多豁免600万 那属于权益性交易 正常豁免的1000万的债务交易 那你确认债务重入相关的损益 我们看20年考试的单选题 假公司是乙公司的股东 毛九年7月31日 假公司应收乙公司账款4000万元 采用贪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为解决乙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 假公司乙公司的其他债权人 共同决定对乙公司的债务进行重组 并于毛九年8月1日 与乙公司签订了债务重组合同 根据债务重组合同的约定 假公司获免 假公司免出80% 应收乙公司账款的还还义务 乙公司其他债权人 免出40% 应收乙公司账款的还还义务 获免的债务在合同签订当日解除 对于其未获免的债务 乙公司应于毛九年8月底前偿还 那毛九年8月23日 假公司收到乙公司支付的账款800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毛九年度因上述交易或事项 应当确认损失金额是多少 和别的债权人一同豁免的这一部分 免除这一部分 那假公司确认为损益 他多出这一部分 对于假来讲是一项权性投资 比如反映到长期股权投资 那乙的那边 同样呢 是和别的一些债权人豁免相同的这一部分 乙它呢是确认一种收益 债务充足收益 那对于股东多出别人这一部分 对于乙呢是一项权性交易 要寄资本攻击 那现在问的是假这边确认的损失 那别人呢都免除百分之四十 所以就说四千万的百分之四十 这一部分一千六百万 它是确认为损失的 选项地时正确 那第二债务重组的方式 债务重组一般包括下列方式 或者是下列一种以上方式组合 这一个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 这是一个 包括现金资产非现金资产 那第二呢 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那对于呢债权人属于债权转股权 那第三呢 实际上修改了其他债务条件 比如说调整债务本金改变利息等等 然后很有组合方式 第二节 债务重组的快递处理 那第一个问题 债权和债务的终止确认 债务重组中涉及债权和债务的终止确认 有债务人和债权人的 我们先说债权人 那收取债权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那就应该是终止确认了 比如像应收账款 这个权利就终止了 那债务人呢 债务的现实义务解除时 对于债务是解除债务 那这个时刻对他进行终止确认 你比如说我们要用 存货去抵偿债务 把存货已经给了债权人 那这部分债务就终止了 那那边债权人收到存货之后 他的债权也就终止了 我们看提示 说对于终止确认的债权 债权人应当 截转以计题的简直准备 中对应 债权终止部分的金额 那对于终止确认其他债权投资 之前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要数转 你们其他债权投资也是一种债权吗 你既然把它终止了 认为把它相当于给卖掉一样 那当然原来的其他综合收益要转投资收益 而第二对于在报告期间已经开始协商 但在报告期资产负债表日后的债务冲股 不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之项 你比如说 就是我们的协议 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虽然已经达成 但真正的解除债权债务关系 是在资产负债表日后生涯期间 那你不能说 在报告年度资产负债表日 就把债权债务给终止 没有达到终止的条件 因为像这部分债权债务还没有结清 所以不能作为调整事项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看问题解答 如果债务人能否在债务重组合同签署时 确认债务重组损益 那你签订重组协议的时候 肯定是不行 我们对于债务的终止确认 你要执行的是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有关那些规定 必须是债务人在债务的现实义务解除时 你终止确认债务 你开始进行协商这时刻 那根本就不符合 债务没有解除 所以这种情况 债务人不能确认与债务重组相关损益 那下面一个问题解答 上市公司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 与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 是调整事项还是非调整事项 那刚刚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 那上市公司报告其资产负债表日 已经存在的债务 那你日后事项期间 说与债权人达成的债务重组交易 比如说日后事项期间解除债权债务 那这个不应该属于调整事项 因为真正的债权债务的终止确认 是在日后事项期间 它不是调整事项 那接下来我们看 第一 以资产清偿债务或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说对于以资产清偿债务 或者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 进行的债务重组 那由于债权人在拥有或控制相关资产时 通常收取债权的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 同时终止 那这个时刻债权人一般可以终止确认该债权 就你当取得的相关资产 我们对它已经能够控制了 那这时候债权终止确认 那对于债务来说 把资产交付了 或者说把那个债务转为权益工具了 这部分清偿债务的现实义务已经就解除了 那你这个时刻债务是终止确认 那第二 修改其他条款 对于债权人 如果涉及到的像调整债务本金 改变债务利息 变更还款期限 那修改的这种条款 只要说前后对手方没有改变 有时候你很难单独的对这些进行识别 我们要整体考虑是否对全部债权的合用条款 做出实质性修改 那一般在考试的时候 往往都会属于实质性修改 实质性修改 我们的做法是 就要推导重来 原来的结束 形成一个新的 所以这里说如果做出实质性修改 或者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订协议 以获取实质上不同的新金融资产方式替换债权 那你要终止确认原来债权 就把原来的终止 按照修改后的条款 或新的协议 确认新的金融资产 那债务人如果是实质性修改 或实质上不同的重组方式 我们也要终止原来的债务 按照修改后的 那你确认新的金融负债 这是说实质性修改的情形 至于10%的计算 我想一般性的了解 本身我们书上例子 10%计算 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不合适 如何方式一般性的了解 那下面第二 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一个是以资产清偿债务 或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那这种情况 债务重组 要是以资产清偿债务 或把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的 债权人应当在受让相关资产 符合其定义和确认条件时 予以确认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债权人受让的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是非常特殊 所以如果涉及金融资产的 要按照第22号准则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 来进行确认和计量 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 都是按照供应价值来计量 那当然涉及到的相关税费 你要执行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 比如说得到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直接相关费用机投资收益 如果是别的一些金融资产 那要进成本 之后金融资产确认金额 与债权终止确认日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我们要寄到投资收益里去 就说 对于金融资产这一部分 那我们处理时 最终影响的损益吗 往往是投资收益 所以这块也是投资收益 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 进行债务充足 导致债权人将债权转为对 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权益性投资的 那这一部分呢 还是执行 债务充足准则 如果说 债权的终止确认 取得股权投资是属于控制的 那要执行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合并准则 如果执行的是 是属于债务充足准则的 我们取得的资产 是你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再加上直接相关税费 所以长期股权投资 这种情况是联营企业合营企业的 它的确认的数字就是 放弃债权公允价值 加上直接相关税费 那债权的账面价值 跟公允价值之间的差 是把它寄到投资收益里面去 直接相关税费 代方代计银行存款 那下面看提示 说一 如取得的股权投资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这个时刻 交易性金融资产入账时 按照取得时的供引价值反应 它执行的是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交易费用是寄投资收益 那你支付交易费用 带银行存款 把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终止确认 最终差额是投资收益 所以这个时刻的投资收益 并不是你放弃债权 公允价值账面价值差 它是说 我们放弃债权的账面价值 和你金融资产取得是入账价值之间的差 这样的概念 那第二 取得的股权投资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也是按照取得时的供引价值 加上交易费用反应 就和我们购入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处理是一样的 然后支付相关税费在银行存款 把债权的公允价值终止确认 那一般考试可能就是应收债权 但是我们债务充足准则说 不只是应收债权 像其他债权投资也都算数 那最后同样差额是投资收益 那第三 如果取得的股权投资 为子公司投资 那子公司投资 我们是分同意控制非同意控制 这个要执行长期股权投资企业合并准则 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那长期股权投资入账时 它是反映说 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中的账面价值份额 加商业 就是最终控制方收购被合并方执行商业 这数是定死的 那之后把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 给终止确认 或者债权的账面价值终止确认 出现的差额不能是投资收益 因为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它的处理的一些方式 是一种权益性交易 差额是资本攻击的 所以差额资本攻击 资本一家或股本一家 那如果取得的股权投资 子公司投资是非同一控制的 非同一控制呢 长期股权投资 如果说一次达到控制时 用的是合并成本 合并成本说付出对价的供应价值 那我们付出对价 放弃的是债权的供应价值 这就是长期股权投资入账机构 那涉及到 它也不是债务充足准则 如果债务充足准则是说 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还要加上直接相关税费 作为取得资产成本 那它不是 它就是放弃债权供应价值 如果涉及支付直接相关税费 那是寄管理费用吗 然后把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给充了 差额实际上体现的 是放弃债权供应价值 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那第二 债权人受账非金融资产 受账非金融资产成本 是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加上直接相关税费 当然我们现在准则上所说的 并没有去考虑增值税销向进向 那你最终 实际上取得非金融资产入账价值的时候 肯定还要有增值税的问题 要进行考虑 那下面是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应当记录当期损益 这个当期损益是投资收益 这实际上是债务充足准则的一些做法 对于债权来说 得到非现金资产怎么进行入账 是你付出对价的供应价值来确定的 就像我们买一样 这样就采取以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加上直接相关税费 来确定受让的非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 那接下来说债权人 初指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的时候 我们按照什么样的原则确定成本 是比如存货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说这一部分 它呢相当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购买价款 你别的资产也是如此 我们真正买存货 要有购买价款 那这一块呢 用的是放弃债权供应价值 以及 使该资产达到当前位置和状态所发生的 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税金呢 这些增量成本的 什么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等成本 那第二 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投资的成本 那也是一样的 你要是取得联营企业投资 付现金 那就是付出现金 再加上直接相关税费 我们现在把付出现金 换成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放弃债权供应价值 那你购买价款要买的话一样的 以及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税金和其他成本 第四固定资产的成本 包括放弃债权供应价值 使资产达到运动和使用状态前发生的一些合理必要的支出 比如说涉及税金 运输费 装卸费 安装费 专业人员服务费 但是 像员工培训费可能不能寄的 肯定不能寄 确定固定资产成本时 要考虑预计气质费用的因素 就是针对于特殊的固定资产 我们要把气质 费用限制 既固定资产成本 那你要考虑 生物资产一般的了解 无形资产 同样 放弃债权供应价值 你要换成购买价款 那跟我们无形资产 取得时入账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放弃债权供应价值 以及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 达到育林用途所发生的税金 等其他成本 那放弃债权供应价值 账面价值差额 是既投资收益的 那所以我们比如说 以存货为例 取得的是库存商品 借房借库存商品 放弃债权供应价值 加上直接相关税费 那你当然购进商品时 有增值税 我们肯定增值税 进行税额你要单反应 应交税平交增值税 所以库存商品在入账时 要把增值税的进行税给扣了 我前面也说过 准则上在谈到取得 非金融资产入账价值时 是没有考虑增值税因素的情况 这么说的 那你增值税该怎么反应 怎么反应 支付相关税费 带银行存款 把债权的账面价值给冲了 那这样呢 放弃债权 这部分的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就是把它寄到投资收益里 那第三呢 债权人受让多项资产 如果得到的是多项资产 债权人受让多项非金融资产 或者包括金融资产 非金融资产在内的多项资产 由于涉及金融资产非常特殊 它的入账价值 执行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那所以我们先 要把所含的金融资产部分 得按照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确定它的入账价值 这样我们看说应当按照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规定确认和计量受让金融资产 按照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各项资产 在债务重组合同生肖日的 公允价值比例 对放弃债权 在合同生肖日的公允价值 扣除受让金融资产 当日公允价值后的金额 进行分配 然后并以此为基础 分别确定各项资产成本 所以最终呢 如果放弃债权 供应价值有了 有受让的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单说 这个不跟别的非金融资产一起 按什么供应价值比例分 因为它要执行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剩下的一部分 那些非金融资产 按照供应价值比例再去分 这个数字 最后呢 当然放弃债权 供应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要寄投资受益 那第四呢 债权人受让的处置组 说债务人 以处置组清偿债务的 债权人应当分别按照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和其他相关准则的规定 对处置组中的金融资产和负债 进行处置计量 然后按照 金融资产以外的 各项资产 在债务重组合同生肖日的 供应价值比例 对放弃债权在合同生肖日的 供应价值 以及承担的 处置组中负债的 确认金融之和 扣除 受让金融资产 当日供应价值后的 金融进行分配 这里谈到扣除 受让金融资产 当日 这个说的并不是很特别好 那感觉呢 好像说 当日就只取得 对象金融资产那一天 不是合同生肖日 实际上来说呢 这里面必须应该是 合同生肖日才是合适的 我们考试题目 也是按照合同生肖日的 我教材上的例子 那也是准则讲解上的例子 扣的也是合同生肖日 这项金融资产的公运 你要不然的话说 你要扣除 得到这项金融资产的公运 那你后面还没得到呢 如果事前取得的是 属于非金融资产 你没法助账 何况 不是一个点上的 公运价值进行扣 也不行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说在合同生肖日 放弃债权 供养价值是一百万 当时呢 这项合同签订日 金融资产的供养价值 比如说是八十 那我们可以说 扣掉八十 剩下二十 在非金融资产之间 进行分配去 但是当你要真的 到了取得这项金融资产时 如果变成一百二了 它的供养价值再变 你合同签订日的应收债券 供养价值只有一百 你说你一百怎么扣那一百二了 那不就开玩笑了吗 不够扣非金融资产 再分按照负的 这就开玩笑 所以这个可能当时 写的时候不是很好 当时也有人解释 说我扣除受让金融资产当日 我也没说取得是 我就是属于合同生肖日 那合同生肖日 这里面有 说都是合同生肖日 可能好一点 因此这一部分 大家掌握的时候 说真正扣除受让金融资产当日 你也认为是合同生肖日的公元 也就是 都是合同生肖日 这一天 两者才会有这种可比性 那接下来 放弃债券 供养价值 账面价值差额 进入投资手里 实际上如果说 要是有受让金融资产 在这种情况之下 投资收益的数字 并不完全是 放弃债券 供养价值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因为 你真正取得金融资产当日的供养价值 它会影响到最终投资收益 那我们在前面也谈过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你单纯的要取得金融资产 没有别的 你开始的 我们是合同生销日的 债券的供养价值 和账面价值的差额 投资收益 但你真正金融资产入账 是让人取得是入的 最终到底投资收益 所以这投资收益 它就不再是放弃债券 供养价值 账面价值差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例题 假公司应收乙公司账款余额1100万 以提坏账准备200万 合同生销日供养价值1000 乙公司以储之组抵偿债务 储之组中资产负债 及其供养价值在合同生销日的信息 下面这个里面给了 就说是其他债券投资200 固定资产600 无形资产400 短期借款100 那我们真正要确定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最终入账价值多少 怎么进行计算 应该合同生销日的 供养价值1000 我们要把什么呢 把合同生销日的 其他债权投资供养价值给扣了 所以这个其他债权投资 合同生销日供养价值是200 把它扣了 另外这个负债 你要把它给加上 为什么加上 你从分路角度来说 放弃债权的供养价值是贷房 你总的 那短期借款呢 也是贷房 这是贷房的数字 那你借房 把取得的 金融资产的扣了 然后去分呢 所以那你肯定 我们要把短期借款数 在应收债权 他们是一个方向 在基础上要把它加上 所以这样固定资产数量 就是合同生销日 这个应收债权的供养价值1000 然后我们要加上这个100 这是相当于整个总的贷房数字 扣掉 其他债权投资 合同生销日 供养价值 那是应该在借房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之间 按照供养价值比例几分 那固定资产的供养价值600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供养价值合计 600加400 所以最后固定资产入账是540 无形资产入账呢 就最后是360 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 但是你真正 最后取得其他债权投资时 入账不是200 如果取得日时的数字是300 那你二三百入账 那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看多选题 这个题目呢 是21年的多选题 甲公司应收乙公司1000万元 以计题换账准备50万 20年3月1日 甲乙双方签订的债务充价 协议约定 一 乙公司以账面价值 480万元的库存商品 抵偿债务是500万 那第二 乙公司向甲公司增发股票 200万股 用于抵偿债务是500万 第三 前述一二两项 常债事项互为条件 若其中任何一项没有完成 则甲公司保留向乙公司收取1000万元现金的权利 20年3月1日 甲公司债权的供允价值是940万 这是说给定的合同生销日的供允价值 乙公司股票的供允价值每股是2.5 那20年3月15日 甲公司将收到的商品作为存货管理 20年5月1日 乙公司办理完成股权增资手续 甲公司将其指定为 以供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当日乙公司股票的供允价值每股是2.4元 就说你要是指定为以供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产 反映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入账的时候是哪一天取得 按哪一天的供允价值入账 那这个是取得时是2.4的 每股是2.4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债务充足 相关会计处理表述中正确的有 A20年5月1日 确认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80万 那由于呢股票是200万股 那我们取得的时候 每股现在是2.4 所以这个金额数呢 就是200乘以2.4 应该是480万 哎就没有问题 按照取得当天的来入账 B20年3月15日 确认存货是440万 那我们存货在进行入账时 是合同生肖日的 那这一部分债权的供允价值 要扣掉金融资产在合同生肖日 不是你最终取得时 应该是合同生肖日 那合同生肖日3月1号 当时呢 这一部分我们要取得之后 是每股2.5的 所以要减去200乘以2.5是440 那B也正确了 那如果这个题目 你说按照取得日2.4去算 那整个这题目都不是多选题了 所以一定是合同生肖日的 金融资产供允价值才是 对的才是有意义的 那我们看C 20年3月15日 确认投资收益付的35万 那对于假公司来说 他呢 不确认投资收益 所以这个就他不对了 也就说 我们在基金会计处理时 3月15日 库存商品入账金额确定了 你就是减少应收账款 这个时刻呢 债权还没有完全的解除 没有完全终止 所以你要不要确认投资收益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 第20年5月1号 确认投资收益付的30 那5月1号这一天呢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入账 200乘以2.4 按照这个来反映 那应收账款是1000减440 因为我们库存商品 这部分当时充掉了440 是560 坏账准备50充了 那你看这投资收益 借方是30 所以他确认投资收益30 那是对的 最后来提ABD正确 第五债权人将受让的资产 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代售了一别 如果债务人以资产或处置组清偿债务 且债权人在取得日 未将受让的相关资产或处置组作为 非流动资产或非流动负债核算 而是将其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那债权人应当在初始确认的时候 比较 假定 没有把它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初始入账金额是多少 然后呢要和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后 净额比 哪个低按照哪个来进行计量 如果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后 净额低 那你这差额呢反映到资产减值损失里去 那第二是修改其他的条款 债务充足采用 以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的 如果修改其他条款导致全部债权终止确认 那债权人应当按照修改后的条款 以公允价值出使计量新的金融资产 说新金融资产确认金额 与债权终止确认日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寄到投资收益 那这就属于实质性的一些修改的方法 如果修改其他条款未导致债权终止确认 那你债权人应当根据其分类 原来是什么还要什么反应去 说继续贪于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寄入其他综合收益 或者以公允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寄入当机损益进行后续计量 这原来的没有重置确认的情形 就不是实质性修改的 那第三呢是组合方式 那你跟只要前面的一些都清楚了 组合方式没有什么任何问题 都是一样的原理 第三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一个是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 现在债务充足准则处理的时候 不再去考虑抵债资产公允价值 和应付债务账面的价值差 就不认抵债资产公允 如果是非现金资产的话 就是一个差 就是强调账面 那这样呢债务人应当将 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寄到当期损益去 就是账面 那一呢债务人以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那这种情况把应付债务的账面价值 重置确认 然后金融资产也是账面 把它的账面价值重置确认 如果都是金融资产 差额是把它寄到投资收益 如果说我们抵债的金融资产 那涉及到有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变动 及其他综合收益 那要把其他综合收益要进行截转 那比如说 原来是其他债权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形成其他综合收益 那你就转投资收益 如果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就把它转到留存收益 这样来处理 所以看终止确认 把应付债务账面价值终止 那债权投资呢 账面价值也终止 差额是投资收益 按照我们现在的准则 如果说这里面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和应付账款 账面价值差 它也是放了投资收益了 虽然呢 现在对这个有说法有争论 但是也不是说它就一点道理没有 只要是有点道理的 我们都是以这个教材为准 因为如果说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你要把它给卖了 那是属于它的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差 肯定不行 那肯定就是一个留存收益 但是它现在并不是公允跟账面差 是它的账面价值和应付债务账面价值差 所以这差里面还涉及到它的公允和应付账款之间 还有一个问题 那咱就别管它了 就投资收益 但是持有期间的其他总额收益 你往什么地方转 你不会不受这块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转到投资收益 或者留存收益 那还是正常的 那债务人以非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这种情况就是把非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和应付债务的账面价值充了 那差额就是其他收益 当然我们正常抵债 涉及肖像税额该怎么反应怎么反应 所以准则上并没有谈 进向税额肖像税额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是借应付账款等 带库存商品 固定资产清理等 差额其他收益 如果债务人 你包含非金融资产的储值组 清偿债务的 那应当将所清偿债务 和储值组中负债的账面价值之和 与储值组组中资产的账面价值的差 也要寄到其他手 第二 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那债权人将债券转股权 我们做法呢 把应付账款等 这是债务的账面价值中的确认 然后代方股本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 因为转为权益工具了 它要体现工具 那如果这一部分的公允价值 没有办法确定 用应付债务的公允价值来确定 要体现公允 那最终差额是反映到投资收益里去 第三 修改其他条款 说债务冲突采用 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的 那如果修改其他条款 导致债务终止确认 那债务人应当 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重组债务 那终止确认债务账面价值 与重组债务 确认金额之间的差 即投资收益 那如果修改其他条款 未导致债务终止确认 或者说仅导致部分债务终止确认 对于未终止确认的部分债务 那债务人应当说根据其分类 继续与贪余成本 等一些金融资产基金后续计量 那债务人应当根据 重组议定合同的先进流量变化情况 重新计量该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并将相关利得损失进入投资收益 然后就是组合方式 那一般的大致指导一下 下面我们看21年的计算分析题 假公司20年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容下 其他资料 一 假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为13% 出售金融资产及供应价值减去 取得成本后的差额 按6%计算应交增值税费 那第二 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三 本提出增值税外 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要求一 根据资料一 判断假公司用于清偿债务的资产 应予以终止确认的试点 分别计算假公司 乙公司应该债务重组 应确认的损益金额 分别编制假公司 乙公司 与债务重组相关的会计翻录 我们就说先看这个资料一 20年6月5日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约定 假公司以期库存商品 对丙公司的债务工具投资 偿还所欠乙公司债务 在乙公司收到假公司的偿债资产 并办理债务工具转让登记手续后 双方解除债券债务 假公司所欠乙公司债务 信18年11月 以1500万元含增值税格 从乙公司购入一台大型机械设备 应该设备与假公司现有设备不匹配 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但因缺乏资金 假公司尚未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20年7月10日 假公司用于清偿债务的商品 以送达乙公司并经乙公司念收入库 同时办理完成了转让对秉公司债务工具 投资的过户手续 当日假公司用于偿债的库存商品 账面价值为400万 以计题存货低价准备50万 供应价值360 这里说一下 就说他告诉账面价值400 以计题存货低价准备50 那我们应该理解成呢 库存商品账面余额450 然后你提准备50 这样形成的账面价值才是400 但是中路协公布答案 他把那个成本呢 认为是400 那这有点不大好 因为我们成本 跟账面价值不是一个概念 账面价值要扣掉提的准备等 那供应价值360 贾公司对秉公司的 这里面供应价值不含税 下面说都不含税 那贾公司对秉公司的债务工具投资 分类为以供应价值寄疗 请去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账面价值呢 这一块是1000 取得成本是920 持有期间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数呢 是80万 那供应价值950万 与债务冲组协议签定日的供应价值是相同的 这是说 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请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产 那截至20年7月10日 以公司对该债权作为应收账款核算 并计提了498.6万元的货帐准备 应收账款的供应价值是1358.6 这个实际上应该是要告诉合同签订日的供应价值 按照我们的准则呢 他认定的是属于合同签订日的供应 那这里面说 20年6月5号签订 而当时呢 这个应收账款的供应价值没给 实际上有点不大好 要告诉那个时间 就我们真正放弃债权供应价值 和账面价值差 那供应价值值的合同生销日 那你没有呢 只能用这个 而已公司将收到的对秉公司的债务工具投资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收到商品作为存货处理 那我们看这一步 假公司用于清偿债务的资产 应予以终止确认的时点 那就应该是20年的7月10号 因为这个时刻 我们真正终止确认吗 那对于假公司来说 他的债权 因为得到资产了 就可以终止确认 那假公司因债务充足 确认损资产的金额 那我们看一下 你先从这分录里看 然后再回过来说 应付账款1500万 终止确认 然后存货的账面价值400万 那就是450 减50才是400万 借记存货 这家准备带库存商品 那库存商品 这份应交税平交增值税 消向税格 46.8 也就是说用360 你看账面价值400万 存货的 要减去 360乘以13% 那是46.8 之后是转让金融资产应交的增值税 那现在应该是取得是920 现在那是950 乘以6% 实际上呢 按照税法呢 是说950-920除以1加6 再乘以6% 但是他说我这个不含增值税 说供应价值不含增值税 他没含 这里说确定不含是挺难的 那最终反答案按照这个来的 6% 所以这是一个转让金融资产应交的增值税 1.8 然后其他债券投资 成本是920 公允价值80 那当时呢 告诉他的账面价值是1000 那最终呢 我们看到其他的收益 就说如果是抵债的资产 都是属于金融资产的 差额是投资收益 如果是有非金融资产 也有金融资产 那就是其他收益 你要是非金融资产 当然都其他收益 最后呢 原来的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债券投资供应价值变动 那干脆也转到投资收益 最后呢 我们看把这80再加上 那形成的总数131.4 那我们看乙公司 因债务充足 确认损移的进口 你还是先看入账 那入账我们怎么入 就是合同生销日 虽然没给 但是他的债券供应价值 也是1358.6 那债权投资 你要减去950 就是1358.6 减去 合同生销日 那债券投资供应价值950 因为他说是相等的 然后我们取得库存商品 迹象税46.8要扣了 所以库存商品数呢 是361.8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迹象税个46.8 我们取得金融资产作为债券投资 那你债券投资入账 按照取得日的数字来入 但是他说取得债券投资 跟合同生销日 供应价值一样 所以也是反映一个950 就是你库存商品 计算时扣的应该是属于 合同生销日的 那个债券投资供应价值 但真正入账时 是按照我们最终取得日的供应入账 然后把应收债权 1500的余额 然后提的准备 498.6给冲掉 那最后的差额呢 是350.2 它体现的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接下来我们看 要求第二个 根据资料二 判断丁公司截免 甲公司债务的性质 并说明理由 编制甲公司与债务充足 相关的快据三路 那资料二的内容 20年10月20日 甲公司与丁公司 签订的债务充足协议约定 甲公司于当日 向丁公司偿还一百万元 期余一千万元债务免于偿还 协议生效当日 丁公司为甲公司的母公司 甲公司所欠丁公司债务一千一百万 还增值税额 系甲公司于19年8月1日 从丁公司购入商品 未支付的款项 因甲公司现金流量不足 短期内无法清偿所欠债务 那我们看到呢 甲与丁签订协议 有一部分的不需要还了 丁是甲的母公司 那这个 是一项权益性交易呗 所以丁公司豁免甲公司债务 属于权益性交易 理由 丁公司为甲公司的母公司 说该债务重组 实质上是丁公司 以及投资者的身份 将甲公司的权益性投资 那这种情况下呢 甲公司会计处理 应付账款终止确认 借房借应付账款 贷房的贷计银行存款100 那差额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它是权益性交易 所以这一部分不要反映到 其他收益里去 你也不要反映到说投资收益里去 它是个权益性交易 那等于1000 好 这一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